东北角封管处104年推动观光 其中旧草岭环状县自行车道 是获得了2015明日旅乐大奖 另外游客中心的无障碍环境 也获得内政部104年度友善建筑的认证 而各项肯定也显示他们在观光业务上的用心 东北角及宜兰封管处推动观光 在104年成果丰硕 其中旧草岭环状县自行车道 获得国内10大自行车经典路线 以及全球观光界诺贝尔奖支撑的2015明日旅乐大奖 另外福隆跟南方游客中心 以及外奥馆跟旧草岭环状县的无障碍空间 也获得内政部104年友善建筑的认证 而大理游客中心的优质服务 获得观光局i-center考核第二名 而各项获奖记录跟肯定 显示东北角封管处在观光业务上的用心 东北角封管处辖区内的观光资源丰富 104年总共举办了六大观光活动 活动期间吸引45万人潮 整年突破430万的旅游人次 尤其台湾在104年迈入千万观光大国 所以东北角封管处今年会持续来推动 年度的六大观光活动 建构友善无障碍的旅游环境 便秉持4S的精神 以安全永续特色跟服务为原则 推动观光业务 要世界看到台湾东北角之美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